好 歡迎大家收看《開來見我》 這個星期我們都是秉承著自插的精神 就是反思一下媒體的工作 因為有整個小時我覺得 用反思來開始再鋪路 然後有幾節也不錯 感覺上我覺得也不錯 我們永遠自我感覺良好的 不是 我反思完之後第二節我就走開 所以今天是你做 說你啊 說你啊 我死了 你暗示 你真的沒有自我自省能力 不是 他現在正在閉關 正在攬直 我就將來頂著頭牆 劉大牆 關鍵在於 其實很多人都說媒體不公平 媒體不公道 當然啦 當然啦 首先我覺得媒體什麼叫做不公平不公道 其實它有立場就有立場 因為另一個說法就是你也毫無立場 又罵得又罵一輪 是吧 就是你偏頗又罵一輪 有立場就罵一輪 完全沒有立場就說你沒有性格又罵一輪 還是其實香港人本身就是我喜歡罵一輪 其實你說什麼我都是享受罵一輪這個過程 因為由抽入冬嘛 那些臘腸都要拿出來嘛 喜歡抽下去 抽下去 是啊 那我們的臘腸就有就行 沒有就行 沒有跟同一輪就行 但是你譬如說有一個立法會議員 上個月他批評官台 官台真的很偏頗 不能名字嗎 很偏頗啊 不是呀 何君堯吧 不是不是不是 我每個禮拜招呼他一幕搞得我都不太好意思 所以我完全沒有內疚的成分 何君堯當然要開名了 但是現在是 所以給了機會他改官 就是批評官台 不是 他批評官台偏頗 但是他批評的方法就是 我看了兩分鐘已經看不到下去了 這麼偏頗 那我心想你看了兩分鐘你就知道別人偏頗 你起碼都看完你才知道 那又不是呀 那他意思可能是 就是我們宜中留情 他可能是那兩分鐘所呈現出來的觀點 已經是極具殺傷你 或者破壞你 那你之後已經是鬥不回 那你沒得這麼鬥的 就是你的媒體正常都不會 你譬如踩踩一邊踩得很盡 體無懸敷 或者他呈現出來 跟我們對於事實的認知落差很深 那他就覺得你難以挽回 所以我要放棄你放棄你的官台 你剛剛就示範了 他說的那句話是多麼垃圾 搞定 因為我開場白那兩分鐘 踩到他飛起 然後如果他說 你這樣踩真的離譜 很偏頗 他一聽漏了你那句 那就馬上很偏頗了 你明白嗎 因為剛才他就是看漏了這個世界 有對手戲這件事 哦 你看完頭兩分鐘 你可能第三分鐘已經是完全是 把頭兩分鐘的東西 全門否定都可以的 這個就是我覺得很多人現在的 不過對於偏頗的看法本身很偏頗 對於偏頗的看法 對於偏頗的看法本身很偏頗 那有哪些精確一點 均衡一點去理解偏頗呢 我經常跟許博士說話都要讀一下書 其中一樣跟媒體有一個比較出名的理論 甚至乎可以說是 有人說是十大媒體理論的其中一個 這麼重要 叫做第三身效應 哦 第三身效應 第三身效應 第三身效應就是 硬是覺得一些東西 如果別人看完就很受影響 自己看完就沒有那麼受影響 譬如看完一宗新聞 哇 看完這宗新聞 唉 年輕人一定很受影響 一定學壞了 一定學壞了 但他自己又不覺得自己 那你呢 我一定完全不受影響 我硬井嘛 我內功深厚 我不會受這些什麼顏色什麼顏色的媒體影響 這個所謂第三身效應 就是第三身效應 原來都是女士不爽的 女士不爽 還有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好像你這些 學歷越高 是 的人就越覺得會是這樣的 是嗎 是啊 越覺得其他人就很受影響 我沒有 自己就不受影響 我沒有 除非你 除非你經常提起自己 我沒有 除非你經常提起自己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也有一樣的 你要明白 人都是會受第三身效應 對 譬如你看完這條片 有人傳一條片給你 唉 死了 那些人看完這條片 每個人都被人洗腦了 其實沒有這麼嚴重 現在很多實證做了出來 更重要的是 你說傳媒偏頗的時候 由第三身反應衍生出來 有一件事叫做HMP Hostile Media Phenomenon 或者Hostile Media Perception Hostile就是 敵意 有敵意 很敵意 Hostility就是 敵意媒體 Media就是M P就是 Perception 一個現象 或者一個觀感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 他們發現 如果你本身 已經有一個政治的傾向 或者有一個很強的立場 也有這樣 有些人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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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經常說 討厭政治那些 不想理的那些 討厭政治也是一種立場 而且我覺得淺的顏色 也是一種顏色 也是一種顏色 淺藍的顏色 淺黃也不是透明的 淺黃也不是透明的 譬如我都說 我就是一個很極端的和理非 那和理非都可以極端的 那當所有人都有影響的話 那更加要提著 提著就是 大部分人都會發現 就是如果你看了一個媒體的報道 或者聽完一些分析 譬如我和你這樣 那他只要覺得那個節目 或者那個內容 或者那篇文章 不是全篇都說他自己的立場的話 很難的 所以不是很普遍的現象 是 他就覺得那篇文章是偏頗的 我明白 即是棄語 他真的有篇文章 千二字 是 不管是否剛才那個議員說 頭兩分鐘 因為兩分鐘未必看得完 千二字 總之我千二字 哪個位都好 其實有了一千字 是和你很吻合的 不過不知是結論還是哪個轉折 就和你有些落差 但是 你可能有一段是 但是 他就只看到那段 是 就覺得 你這篇文章很偏頗 實際上很多 很多 西方做了很多實驗 甚至韓國也做了很多實驗 就是說 他們直接量一篇文出來 那篇文是 直接計算過數 那些字數有多少個字呢 就是講正面的觀點 多少個字是講反面的觀點 正面觀點有兩個嘉賓講 負面觀點也有兩個嘉賓講 那兩個嘉賓 一個學者 一個普通士 然後就有給了一篇文 那個題目 譬如說 舉例 如果給那個人 他不關心那個題目 譬如說 體罰 早前韓國有一個 關於體罰的爭辯 因為他們體罰得很嚴重 有些人就不關心體罰 這件事 可能沒有子女 他看過那篇文 很持平 很公道 但是他給同一篇文 如果給贊成體罰的人去看 或者反對體罰的人去看 都覺得你的篇文寫得不好 都覺得你很篇 黃榮 我不是踩同行 除了左、右、黃、藍、紅、綠 都分高與低 會不會就是因為低 不是因為他的立場問題 而是說你的表達 對 你的表達就令人覺得 真的不全面 或者真的不到位 或者整個邏輯關係 對 因為所以 如果你那些做得不好 那這些技術性處理不好 就會這樣 是 所以那些 有些很資深的政治學者 或者傳媒學者 他們再拿同一篇文 就給一些很資深的記者 或者很資深的編輯去看 你覺得這篇文寫得怎麼樣 寫得夠不夠深入 過了這一關 那些文寫得好 照給別人看 都是這樣的下場 都是這樣的下場 所以其實就是第三身效應 第三身效應就是 他自己看完覺得 這裡有一段東西 跟我看法不一樣 如果被其他人看到 那就糟糕了 那就出事了 就會被共和黨的人覺得 糟糕了 那些人就會相信民主黨的說話 被民主黨的人看 糟糕了 他們就相信了共和黨的說話 我就虧了 這次大件事 但這一個 是挺普遍的嚴重 這一個很有意思 值得我們心思的一個狀況 就是為什麼 我們所謂 我們這個節目也說過不止一次 我不可以說欣賞這個 Michelle Obama 但他就算提不出解決方法 起碼他點出了那個 哪個go low 哪個go high 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都是自由派 人有不作惡的自由 我們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但剛才Vincent點出了一點 就是 其實他們未必公民質素低 也都未必是 譬如說 本身是一個很極端很偏頗的 但似乎是媒體發展的路向 或者我們接收消化 再反初回這些資訊的過程中 令我們是容易割走極端 你覺得什麼都偏頗 我這個也是一種偏頗 是的 我也覺得是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的設計 一開始就想用那個開字來見過 是的 開來見過的意思是 希望你都盡量開放一點點的思維 是的 不要掉進去那個框框 那你如果提著自己 希望可以做到這個 做到這個觀感 就是說 其實我願意 稍為將自己不安那個敵熱媒體的反應 按低一點點 然後我聽多了一點點之後 我經過處理了 會不會得出一個 比較全面一點的結論 這也是我們這個節目 希望可以做到的效果 Oscar I've been waiting for an interview in English for a decade And welcome to our show, Aaron 你好 你說什麼 不好意思 原來是廣東話朋友 原來是 好 大家 大家就不要誤會 沒有轉錯台 始終是一個廣東話的電視台 不是啊 我想轉功76台很久 雖然我們 我經常問我沒有魚 我經常說我腐乳 不是吃腐乳 我腐乳就是中文 我沒有魚其實是英文 不過今天就 我們其實就 雖然是有國際化的傾向 我們的嘉賓 都有很多來自很多不同的國籍的人 雖上次有來自印度嘉賓 不過都是講廣東話的 因為這是廣東話的電視台 今天有Aaron嘉賓 他也是 有一半血統是紐西蘭人 一半血統是中國人 是的 所以Aaron的廣東話 就比我和你更好 他是我的廣東話老師 一定 他教我打Ruby 他說我是廣東話老師 紐西蘭人 是的 所以我們今天都 All Blacks 是的 我是人間分裂的 我足球隊 以前見我做訪問 或者做評論 我剛才穿著一件英格蘭的 一件紅色一件藍色 我沒有第三件衣服 但是這個 這個籃球隊 不好意思 我是很特別的 又喜歡All Blacks 不過今天就不花大家時間 因為All Blacks 背後呢 除了打得好 很有台形對形 其實有很多文化元素 我們看到所謂白人的文化 Caucasians 和當地的文化融合 那這裡就不詳細討論 是 我們今天討論什麼呢 今天討論這一個 跟你倆都有關 又有關 不是那件衣服 很明顯 兩個就和我有些不同 就是他們倆都留了鬍子 今天就說一個 我倆跟你有不同 你特別英俊 不是 不是 Aaron英俊 通常是 想打你 打你 OK 我和劉蘇 是 因為今年的 每年的11月 都一個叫做 十一胡子月 是的 一個叫做Movember的運動 Movember 就是將November 即11月的英文 N變成M 就變成Movember 是的 這個運動 是一個國際運動 什麼時候開始進入香港 Aaron 都幾年了 其實都差不多 一、三年都開始了 是的 是一個什麼運動 是不是跟男人有關 因為要留鬍子 沒錯 其實是從澳洲開始的 那就是 關於 留鬍子 那你是 11月1號 是全部要掛了 11月1號 是的 然後到30號 是 那哪裡留得最漂亮呢 那你會放在 在網站上面 是 你會登記 然後你會拍照 是 是 然後有人會去賺 是 在賺什麼呢 是 開始Movember是做癌症的 關於癌症的 但是 全部都是關於 男士的健康 是的 看看可以賺多少 就是專門是一個慈善組織 是 為一些男士的癌症的病 籌款 包括是 可能研究 包括幫助醫療 是的 是一個世界性的組織 是的 那香港的善款數目 是不是越來越多 由一三年到現在 還是 是越來越多 是嗎 多人留意到這個運動 是的 但是大部分的觀眾 都是expat 他們想多一些 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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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 是越來越多 是越來越多 這麼巧 我真是每個 我原先是不剃鬍 因為我覺得很煩 我後來什麼時候發現 原來是剃它 修剪 好像花花草草 就像我們在澳洲和紐西蘭去產草 原來是 我想不是就是美觀 衛生各方面都比較好 而且我也很巧合 真的每個月的月底月頭 大概一號 我就會修剪去 或者叫做橙青 其實純粹是因為我沽寒 因為我小時候非法 剪頭髮 我不是去髮型屋的 我外公就帶我去上海舖 我解釋我不明白 其實他是俄羅斯 去上海舖 我很大才發現 原來他收我的180元裡面 是包裹剃鬍的 好像剃刀那樣 用奶油刮的 越來越長的時候 你會放一些薄膏 做得更漂亮 所以這個活動 剛才說到原來在澳洲那邊 傳過來 是的 要拍一張照片 放上網 那些人會看誰漂亮 漂亮 你們自己覺得 其實你參與這個活動 或者運動有多久 你說2013年來了香港 你一直都有參與有推廣 還是近年的時候 即是世界上開了 可能15年16年 16年 之前是關於癌症 但現在都越來越多 關於精神 即是 mental health 譬如我會 如果賺錢 有些人可以賺到癌症 有些人可以賺到癌症 有些人可以賺到 mental health 但全部是男士的健康 因為大部分 最大的問題是 男人不太喜歡說這些話 是 收收起來 有什麼事都不讓人知道 對 沒錯 對 用癌症 你一定要說出來 是能見到 那你不可以 不可以欺負 因為你看到你 其實香港自己 也有一個慈善機構 叫做 talking mental 對 關於這個 說出你心裡 是不是類似 說出你心裡 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把你一些 可能是精神健康的東西 放膽說出來 你也是 沒錯 其實我自己開 叫做 talking mental 是關於我自己的經驗 是關於經兇症 那這些經兇症 我六年前 是有這些經兇症 有些 anxiety 那去到現在 那我開始的 talking mental 是個 podcast content platform 是關於會 interview 就是不同的人 就是看到我自己的 lifestyle 有什麼做得不好 有些 stress在哪裡 那哪裡可以 improve 那我這裡想問一下 當然牽涉到 就是阿倫他 過人的情況 我們就看看有哪些事情 我們方便說 有些都牽涉到私隱的 就是有沒有說 譬如這些驚恐症 或者這些情緒上 精神上的問題 或者我們集中說驚恐症 當時你怎樣去發現 因為情緒一定有的 有人大膽一點 有人小膽一點 你怎麼慢慢會發現自己 好像有些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不發現 就永遠就解決不了 是的 那其實我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但是我之前 譬如我父母分手 這個時候 我覺得 那個 stress level 很高 但我覺得不是問題 那我全部都躲進去 那去到 因為 anxiety 有不同的 spectrum 譬如你不喜歡坐飛機 有些害怕 就是 anxiety 會一點點 但是如果 anxiety 真的很高 就是變成有驚恐症 這些事你一定會知道的 我明白 因為其實是我第一次 有這個驚恐症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有心臟病 是的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自己走過馬路 然後覺得想跌下去 然後 我走過馬路 突然之間就說 可能我會跌 覺得心有問題 是的 想暈 覺得心跳得很快 是的 就是這樣 很害怕 那時候又發覺有些問題 就是去看醫生 不是 我看到醫生 但是那個醫生 就是 告訴我錯了 他告訴我 其實問題是錯了的 然後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告訴我媽媽 媽媽的問題還在 那他 即是當時你那個人 不是在香港的 是的 沒錯 那可能又再危險一點點 是的 父母 尤其媽媽不在身邊 沒錯 是的 然後回來香港 告訴媽媽 那個問題還在 怎麼辦 然後他介紹一下 他以前的學生 現在變成一個 醫療醫生 在香港 醫療醫科醫生 是的 沒錯 五分鐘跟他一起談的時候 他說 是的 很正常 有這些問題 哇 覺得很放鬆 是的 一個舒緩 所以其實 自己的經歷 就是想創立一個慈善組織 去幫助一些 可能自己也有些 情緒問題的人 讓他們放心一點 去說出自己的問題出來 沒錯 即是叫病向淺中醫 沒錯 是的 真的很重要 這個Talking Mental 和Movember 為什麼可以合在一起呢 就是這個流蘇的運動 和一個情緒的運動 怎麼可以在香港 變成一個 融合做一個慈善的活動 因為其實Movember 和Talking Mental 兩個是想用 就是 好玩 用humor去解決這些問題 一個幽默感去解決 是的 就是好玩 因為這些事情 真是很嚴重的 題目 大部分的時候 很不知如何去解決 或者去談這些問題 所以Movember做得很好 和Talking Mental 我想做的事情 是用humor 就是用好玩的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就搞一個 胡蘇選美的形式去籌錢 是的 還有都是男 我是男人 和Movember 大部分都是關於男士的 所以這些都是差不多一樣 那到最後 11月1日 就看完蘇 然後就慢慢拍照出來 放在網上 是的 等人家去捐款 譬如許青參加 我就贊助他 對 然後到11月30日的時候 每人就儲了一塊錢 捐給Movember的運動 是的 然後就會選 怎樣選 是否網上的朋友投票 那Movember有不同的類型 可以選擇那些錢去哪個博物 譬如我 有多些興趣 在 mental health的世界 我會放些錢 在那些 mental health的 campaign 如果多些是癌症的時候 你會放多些錢在那邊 就是你選擇 明白 剛才Aaron和我們簡介了這個活動 我想不只這個活動 包括其實背後的意義 或者他自己本身做的這些 慈善工作 和我們香港整個社會有什麼關係 就是我們回來再參加 我們回來再參加 好 回到開來見我 剛才跟Aaron說的 Movember的運動 就是怎樣去留宿 選美 然後捐給不同的 一些有關男性的慈善組織 那是有什麼分類的呢 會不會有些是 剛才你說的可能是癌症 有些是說心理健康 那是不是talking mental 就是你那個慈善組織是其中一個受助機構 不是 talking mental是 就是開始是關於我自己的那些心 是 驚恐症 那我會interview不同的那些expert 那現在我想 Season 2 會講depression Season 3會講asperitus 就是不同的那些 mental health 那些疾病 是 所以你就是主要讓別人 令到別人知道 有些什麼的情緒的問題 是 不同的情緒的疾病 沒錯 但是你就跟一個沒有分別的運動結合 那麼香港裡面 你就幫忙搞這個運動 是的 然後就把錢捐給香港的一些 關於男性的慈善機構 這樣 是不是就用這個牌頭 就是開始的時候 其實不是 但是我越來 就是我越來 講多些的時候 是多些男人會跟我談的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男人會有個trust 那些factor 我肯定 真的 我不相信任何我老婆 不是 剛才你說的那個驚恐症 那個spectrum 你一說 我就發現 輕微的 就是 許晶見Melody 死了 爆了個名字 許晶見 許太 中間的spectrum 就是 許晶見Melody的媽媽 接著 就見Melody的妹妹 最極端的就是 許晶見外父 對 spectrum 阿倫說的那件事 是真的 有時候 男性有很多東西 當然我們很重視我們家人 家人 家人最初 但是 譬如和太太 和父母 和小朋友 就算小朋友大一點 我不知道 我是一個很傳統的 中國家庭上大 好的 爸爸真的有個款 我老婆說 你不要經常蹲起這個款 就是因為那個款 好像有一個 屁股 反而令我很難擺放 你知道 你現在的角色 就是發覺 你做一下做一下 這個 就是講 那種 mental health 剛才提到 譬如有壓力 有驚恐 有很多不同 你覺得越來越多 男性的朋友 他們自己的一些問題 就會和你去討論 其實我 你剛剛說 我覺得香港很正常 就是那些家人 就是 是有個小的 那個問題 不知道怎麼說 那些感覺 那些問題 如果說出來的話 有點弱 因為男人 我們很喜歡 有控制 是 原來如果沒有女朋友 你要知道 你可以買一間屋 有車 工作是好的 那你不會有控制 就是你暗示有了女朋友 那些就不用想了 就是 如果你說這些事情 就是說這些 或者是瘋狂 這些說 你會覺得弱 就是我們做過的 global survey 是三分之一 那些男人說 他在工作 不會談這些事情 是 因為他會覺得 壓力是太大 那些老闆 就是那些老闆 會覺得 可能會被人解僱 是的 壓力 覺得自己是很大 是的 你們那個慈善組織 是可以怎樣幫他們呢 就是你們有了善款回來 這樣可能有人支持 那你怎樣去幫一些男性 是否首先要令到他們 有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可以真是放開自己的心懷 可以跟你傾訴 是 你說安全呢 我想男人和女人說的安全是不同的 就是男人的安全呢 可能是在酒吧喝一杯酒 是覺得安全 那女人的安全不同 那我想是用男人的language 去談這些事情 其實可以放鬆 是 為什麼他這麼容易說這些事情 就是這樣 假裝一點 這麼說這些事情 我想是用這些language 用那個language 把education放在這裡 最大的問題是 education不夠 那其實不是有些時間 不是不想說 是不知道怎麼說 那我的工作呢 現在是給了那些education 給你們知道 其實說完這些事情 其實不是這麼大的事情 明白 那剛才Aaron他提到 例如Movember這個活動 是一開始 因為他也很正常 因為是在海外傳過來的 澳洲也是海外 雖然跟香港就不是說這麼遠 香港也有很多澳洲人 紐西蘭的朋友 包括我的父母也是 所以你說參與這個運動 一開始就很多是所謂的expect 就是來香港工作 或者工作方面的人 沒錯 但是你說到 例如你接觸 需要找你幫忙的那些朋友 或者跟你聊天 不要說幫忙 有沒有說其實他們 都是集中是expect 或者是在本地的 我們所謂外國人 雖然我自己就 不知道香港怎麼分 外國人本地人 是不是 我外公在香港 都很多代的 是不是他算不算外國人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想了解 會不會一開始跟Movember 考核一下 我們知道是分開的 跟Movember都一樣 就是接觸你的朋友 都是一些所謂外國來的人 會比較多些 或者是我們香港成長的 就是non-chinese 會比較多些 其實都是會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Mental Health 是談這些Mental Health 就是男人談的時候 我覺得香港其實 已經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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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落後了 給別人 對 說了一點 對 Movember現在全世界 其實都是慢慢做這些事情 越來越好 但是我覺得 我想在香港 就是 就是 勸勸多些男人去談這些事情 嗯 覺得越來越 就是 現在放在Movember 那些 我們現在做這些事情 做不同的 campaign 在香港做不同的 campaign 嗯 可能 過了一兩年 三年 然後他們會介紹一下 Movember是代表 男士的健康 男士的健康 那這裡都想 不好意思都想 請假一下就是 因為 雖然說Movember 這個你叫 campaign 或者 movement 這個運動 雖然都不算很長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外國有很多的 的 charity 慈善運動的歷史都很長 但我聽你說 這個都很豐富 就是很有啟發性 有沒有說 你跟 就是他們不同的負責人 或者他們在不同地方 搞這個運動 你跟他們去交流的時候 或者跟他們去聊天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其實原來外國已經是做到 這樣 我們香港人 就真的要 加把勁 有什麼 有什麼感受 你跟Movember 全球的人 他們領先香港 多少 不同的時候 其實如果說 那些 campaign 我覺得每個 market 不同 就是會看 香港男人 想談 和那些 comfort zone 在哪裡 譬如澳洲 或者阿爾蘭 或者英國 他們最舒服的是 在酒 裡面 喝酒 說真的 澳洲 阿爾蘭 英國 沒錯 我們最喜歡就是下酒 沒錯 我說過都算黑色幽默 我們不是說 事情很有趣 但是我覺得 英國人 其實我不是真的很喜歡 英國人 我那邊讀書 經常被人欺負的 但是有件事我也挺驚訝的 就是當年倫敦 即是7月7日的時候 我就在LSC 蘇爾斯那邊 他炸的巴士站 就是近著蘇爾斯 他炸的火車站 其實就是近著 King's Crossing Pancras那邊 那三點多的時候 我就發覺 為什麼那些人都下街 喝啤酒 那些 英國人 我當然是男士為主 在酒店裡面 他就說 那這些事情 就是Live goes on 那當然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 真的 他們反過來 遇到有什麼事 拿著杯啤酒也好 Gin也好 我不是勸人喝酒 一醉戒千手 對 這件事是令到 男士特別放鬆 沒錯 這是其實最重要的 是 你最放鬆的環境 是說這些 你會找到的真實 你會找到裡面 是你閉上的問題 你會說出來 我介紹一個例子給你 是 Movember有一個 campaign 叫Speak Easy Speak Easy 即容易說出來 沒錯 他會在酒吧裡面 我老婆一定很不喜歡這個 campaign 她經常都想 You speak with difficulties 她就會很開心 那你不用跟你老婆說 去玩吧 Speak Easy 那是怎樣的呢 Speak Easy 譬如你去那裡 裡面有五十八個男人 是 那有個 moderator 他會 中間會放一個白色線 嗯 那那男人 每一邊都會放那些男人 是 那他會說 如果你有這個問題 你要走上那個白線 然後 走回後 走回後 那他會說一些問題 譬如 你有沒有試過有個 anxiety 那些 stress 工作的 stress 走上來 然後他走上來 然後那些男人 看到 哇 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我以前覺得 我有的問題 是自己有的問題 但我看到 我明白 然後有一次 那他會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然後其實也有很多人 會有些問題 然後他會說 你以前有沒有疹瘡 然後有些人會走上去 然後他會說 有沒有想過自殺 一兩個 然後他再問 你有沒有做過 你有沒有試過自殺 一個人走上去 然後他自己說 哇 我現在覺得很生氣 但是全部的男人 是去到 支持他 OK 那這個動作 真的很強力 然後這個男人覺得 哇 就是有個支持 有人支持 就是很多人支持他 那這個是 Movember做得很好的 所以 當然 聽我都很感動 真的 聽得非常 大家都眼熟熟 真的 喂 那杯啤酒呢 我去哪裏 那杯生啤酒 在鏡頭後 我會幫你乾掉 剛剛Aaron說得很清楚 我想 可能一般的家庭觀眾 或者是女士聽 未必有那種觸動 而是說 男士的壓力 剛才會去到一些 比較極端的情況 但我們說的不是說 要那麼極端 而是說身邊的人的支持 對我們來說非常之重要 下一集回來 我們繼續請教Aaron 我們在做什麼 哈哈 我正在扮演 我一笑都停不開口 我正在扮演 我偶像 Bruce Lee 李小龍 因為明年 阿龍哥 我們龍米 就叫他做 誕生 名秀 也叫做80周年 我們就要向他致敬 不過這種致敬的方式 好像有點奇怪 不如你買郵票吧 我買什麼郵票 你這樣也不知道 又說是粉絲 香港郵政 將在春天的11月27日 推出李小龍為主題的郵票 向市民展示他的電影 和哲學思想 沒錯 很多年前 都有一隊本地的樂隊 叫LMF 有一首歌叫《一一二七》 就是剛才Maggie提到的日子 11月27日 就誕生了我們華人社會 你可以說是現代文化的 一個大英雄 李小龍 他推出的這套郵票 就是用他四套最出名的作品 所以我們知道龍哥生前的作品 但因為他早世都不是真的很多 但包括什麼呢 包括唐山大興 包括精武門 包括猛龍過角 當然還有他的遺作 死亡遊戲的電影劇照 那個郵票不單止在畫面上 一定是走不出龍哥 李小龍他的電影作品 還有是將他的哲學思想 因為大家都不要不知道 其實龍哥就是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 哲學系的一個畢業生 還有他創立的截拳道 作為整個創作靈感 是的 喜歡的市民 千萬不要錯過了 講起李小龍 李小龍會 早前就在社交網站公佈 位於九龍塘金巴倫道的 李小龍故居 都逃不過拆卸的押運 是的 這件事我們聽上去 當然是有些沉重的 小弟和Wincent 主要都是Wincent 黃永在各個平台 包括閉台和閉節目 亦都曾經作過一番努力 但現在都是事願為 是不是可以我們憑著 去訂這個郵票 多少就是補充我們的遺憾 這就是各人的選擇 講回李小龍 Bruce Lee的故居 當年是由副商余彭年先生 在李小龍死後 扣任 當時就改為一間 時鐘酒店經營 去到15年的時候 余彭年先生 他也是離世的 李小龍的故居 就交由由他命名的 余彭年慈善信託所管理的 是的 基金會原定 就在年底進行翻新工程 不過工程顧問研究報告 就顯示 因為樓宇日久失收 雖然沒有即時的危險 但為了日後安全起見 還有日後可能會有龐大的維修費用 最後都決定要拆卸重建 並預計會在2020年中 改學為國學中心 是的 沒錯 我們都知道 正如剛才我所說 李小龍的故居 他生前和家人生活的地方 其實之前都是經歷過一些改建 所以他的安全狀況 從專業的角度 可能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看法 但無論如何 一直爭取保留 所謂農居的李小龍會 得失這個不太好的消息之後 在官方的Facebook 所謂的一告 連續十一年來 那個努力都是白費了 而李小龍會也說 Bruce 他是一個對香港 甚至對世界華人 很有貢獻的人 這是我們的集體回憶 這樣也得不到重視 包括特區政府的重視 他們感到不僅失望 還是有些憤慨 是的 李小龍 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是無庸置疑的 李小龍的哲學名句 Be Water 近日廣位流傳 沒錯 Be Water 他哲學的層面 不是說政治的層面 都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我們去深思 因為都是一種很中國 很道家的思想 我想無論怎樣也好 Bruce 他自己也猜不到 他這句 Be Water My Friend 成為近日 社會抗爭的口號之一 Be Water 固然是源自於龍哥李小龍 他的意思是 作為一個武者 就不要被任何的形式所驅促 什麼套路 不要被這些東西所驅促 就像水一樣 是可以高速流動的 有時就很陰柔 有時就很乾淨 而且可以適應到萬物 放你在壺裡面就是壺 放你在壺裡面就是壺 最終可以匯聚成為 一股強大的力量 是的 示威者 就以Be Water 來互相提醒 提醒大家 要能進能退 能聚能散 不要做到亂戰 要盡量做到 不流血 不受傷 不被捕 這樣說 現時香港面對政治問題 或者是社會治安的問題 就似乎陷入一個困局 無論是否一個死胡同 可能我們特區政府 尤其林太本人 都要嘗試去理解一下 李小龍這個Be Water的哲學 第一 第一不要墨守成規 然後才可以走出困境 Maggie 除了李小龍的故居 特別具有歷史意義意味之外 在我們中環 還有一個八年的歷史古跡 我們俗稱是大館 以當時的中區警署為核心 剛好我們叫做警察總部大樓 在1919年落成 到現在剛好就是18年 位於半山區 荷里活道的大館 在去年 已經向我們的公眾開放 開張了幾個月 四五個月的時候 已經突破了100萬人的到訪 也很厲害 大館近日更加獲 聯合國家科文組織的 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 獲得卓越大獎 為何大館可以獲得這個獎項 我想大館之所以 受到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的一個推崇 它那個所謂服辱 或者保育的項目裡面 活化的元素有幾方便 第一個 我想就是新舊的並存 我們看到大館 除了舊的建築 它保護得很好 開放給民眾之外 也看到一些所謂現代主義 尤其我們面對著大館的話 在它的右手邊 有一塊四四方方 銀光閃閃的建築 很明顯就是本地 現代主義大師 以下Modernism的Rocco Rocco Yim 嚴生的作品 我想不只是硬件 還有軟件的配合 就是大館開放之後 其實有很多本地 甚至海外的展出活動 包括很著名的 也很吸引香港的大人小朋友 就是川上龍 早前我們的拍檔 李津Oscar 也和他的小朋友 他在大館看川上龍的時候 小弟就是在大阪 這個海遊館看川上龍 這種時空的互動 其實也是非常有趣 其實自大館開放而來 我都去過幾次 除了可以看那裡的歷史建築之外 也有一些酒吧和餐廳 可以讓市民放鬆一下 除此之外 市民若果想了解更多大館的歷史的話 也可以參觀一些展覽 導賞團和工作坊 沒錯 在這方面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你的新建築 舊建築 軟件硬件的一個互動 除了我剛才所提到的川上龍之外 還有一些來自歐洲 例如柏林等地的活動 在我們這段時間的前前後後 都在大館裡面展出的 我相信 在不遠的未來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更加多這些文化歷史活動 我想這些所謂的活化 其實就是在於裡面的人 而不是在於裡面的物 除了大館獲獎之外 南風沙廠也獲得創新獎 它在1954年設廠 當時是香港生產量最高的紡織廠 去到去年正式開放給市民參觀 不說Maggie 你可能不知道了 在1997年 我們回歸那一年 不知道當時你出生沒有 出生都很小 牙牙學語 有一套 就是我們香港本地電影藝術的 一個里程碑 聯合博教科文組織的 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 已經成立20周年 他目的就是指在鼓勵大家 保留這個遺產 許博士 你覺得是否透過頒獎 真的可以做到這個預期效果 我想第一 就將很多新的保育理念 傳給亞洲不同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 都很能夠鼓勵到 我們這些保育工作者 彼此之恩的互動 借鑑和學習